耶 我现在在啊 我敢肯定 你们去新世界之前肯定会在主世界发展一下再过去 太low了 看到我手上这个道具没 我点一下就过去了 哎 不是 我后面有个村庄 先去发展一波 谢谢各位大哥食物 小弟我有戒有黄 哈 啥时候黄 跟我回来主世界一定黄 不过有一说一 这个出生点是真的好 有村庄 有猪 有牛 还有羊 好了现在没羊了 好了 不浪费时间了 被选招的孩子们 出道 竟然第一件事当然是找个合适的区域造家 那就在这里吧 准备好了 广球兽 一秒钟数码宝贝 只会喷口水 和你一样 大巴塞养嘴 怎么就和我一样了喂 这里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玩法 这台电视机是可以帮助你穿越两个世界的传送门 大家记得把暴龙机放到第一位啊 因为在这个模组很多操作都需要这样的 这个银行也是一个道理 暴龙机又见数码兽 存办到数码银行 取出来就是去银行取出来就好了 对着数码兽按M键就可以打开UI了 第一个是状态 第二个是攻击指令 第三个是距离 第四个是技能 那就先讲这么多好吧 太阳也是一点一点的往上升 哎哎哎 弹幕那几个说火柴盒的是怎么回事啊 帮我举报一下弹幕那几个说火柴盒的 理由就填令人不爽 我建议是回出生点去刷怪啊 也就是刚来数码宝贝世界的那个坐标 因为那里的怪是比较低级的 拿着宠物机右键就可以带走数码兽了 不过在此之前呢 大家要拿出一开始新手送的居质节 右键数码兽 我们的数码兽的经验就会 往上涨是的这就是个经验包 然后点击进化 还傻玩笑呢 我就是点进去看看什么条件才能进化 这三个是重点 等级年龄快乐值 鲁迅说过 一个人打不过就两个人 所以我们先用键把小怪A的差不多了 就让数码兽去打 技能也是同理啊 选择技能之后按确定 大大大大大哥 有点凶长啊 哎呦 刷到字节了 点一下 11级了 进化吧 亚古兽 亚古兽进化 亚古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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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秒种数码宝贝 很难吃 特别人吃 Honey 女朋友一样 哦哦哦 确实一下 确实一下 出大问题 怎么是亚古兽S啊 我现在才发现 这是亚古兽S的路线啊 我真的是 喵 对 好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